明星在工作之余 也会作为观众去偷偷买票 看好朋友的演唱会 有的还被叫上台被迫营业 今天就整理了几个这样的抓包现场 一起来看看吧 是之前能进演唱会 当镜头给到零更新的那一刻 全场都沸腾了 零更新 零更新 你怎么在这亏啊 零更新 零更新 不要命了 你 导播真的坏啊 你把它窃出来干嘛 更新更新 很高兴你来南京看我营专会啊 我听不见 你说比划下你多大了 据说零更新是做商务座来参加演唱会的 薛之谦却是站票来开演唱会 结果到了现场 站着的依然是要给坐着的演唱 这看起来也忒心酸了 除了零更新 李好夫妇也同样出现在了薛之谦的演唱会现场 不过这两人真的好奔放好可爱呀 这两个人好像有点眼熟了 李好妈妈 李好哥 李简 我这次啊 能不一定能到南京 我说不一定赶得过来怎么办 好哥说妈的怪事 我帮你唱 我说你要帮我唱的话呢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厚住场面了 哎我这个是南京话吗 哎不管了啊 我说怎么样 他说 我说你只能全落唱 喂 没有这个必要 喂 停 stop stop 你们两个神经病 麦当纳澳门演唱会 坐在台下 陈奕迅被选为幸运观众上台互动 与麦当纳同台尬舞 还被打了批批 面对人来疯的Eason 麦当纳都忍不住问了好几遍 哎你喝了多少啊 陈先生回应 我是天人嗨 周董的演唱会更是大排云集 有的甚至连周董自己都吓到了 不得不说周董的演唱会最无敌 我听了 歌声来听我的演唱会 这是似水的初恋 我听了问别 我是为了他 买了唱片 是为了不得不计划 这个歌声 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 好啦 本期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期见 拜拜